主耶稣亲自上课 要使你的灵魂得心胜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 如果圣经时代有记者这个职业 马太应该会是很称职人选 因为马太福音 几乎就是马太对耶稣的贴身报道 他详实记录了主耶稣对他们说过的话 还有主耶稣如何一步步跟随天父的心意 完成救恩计划 接下来的三个章节被称为登山宝训 这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某一座山上 教导门徒的宝贵信息哦 今天我们就先透过八个祝福 来认识天父对我们的心意 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第五章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渐木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们是世上的言 言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赋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所以 无论何人 废掉这戒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 遵行这戒命 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德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又说 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工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习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牙役 你就下在监理了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兼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弯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又有话说 人若修妻 就当给他修书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人若娶这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你们又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 总要向主谨守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誓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誓 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着地起誓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金城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黑变白了 你们的话 誓就说誓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 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 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 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 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张经文里的每个小节 都非常值得我们 反复多读几遍 细细体会哦 主耶稣很清楚地 让我们知道 怎么做 才能进入天国 享受永恒的美好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 特别来想想看 这张经文里 让你最有感 或最印象深刻的是 哪一句经文呢 欢迎你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让我们彼此鼓励 持续做一个 饥渴慕义的孩子 让主耶稣的话语 充满我们 使灵魂兴盛得饱足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赐给我 天国的祝福 也赐给我 饥渴慕义的心 使我常在你的话语中 灵魂兴盛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 灵魂得兴盛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